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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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某接口QPS或CPU使用率 通过接口通过指标 我们可以快速了解当前的系统状态 什么样子的 第二部分是量追踪 量追踪它则代表是对于请求级别 它可以将多额有系统传染起来 从而当额有系统传染问题之后 它可以告诉我们是哪额有系统传染问题 从而帮助我们回复 第三部分则是预知 预知它则代表是系统制和应用程式制 通过预知我们可以快速了解当前的 程序执行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并且这三部分数据员都不是相互独立的 比如我们可以把利用追踪和指标相结合 从而看到指标链路它相分指标哪些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利用追踪和日相结合 从而看到单个请求 它在多额有系统传染是什么样子的 Skywalking就是证明它完整的可观色情系统 它可以采取我们刚才所说的三种数据员 这些数据员可能来自于更多一样的应用系统 比如说前段中 我们可以签证Skywalking的程序 来对一面前观测 在后段和右性中 Skywalking还提供了各个语言外本的一种程序 来对这个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观测 同时Skywalking还提供了 对第三方的应用程序的观测 比如说像是 Eastio,Away,Prorentage等资源 这些数据可以通过 GRPC或HP等协议 上面和Skywalking后端 这时候Skywalking不关准的数据经解析 最终存在数据核中 我们本次要的演讲重点就在于 就是Skywalking中其中 红圈中最标准的部分 我们是关注于各语言的优优系统 我们是如何进行观测的 我们先了解一下目前视频上比较常见的 就是够语言搬卖的Agent的 它实现方式的种 第一种是基于SDK这种级别的 也是最常见的 我们像Skywalking之前有 GotoSky这种项目 JPIN,JPIN各种项目 它需要你的用户手动去写定代码 然后并且通过离合 切语式行代码时候 才可以完成这些监控 并且针对每个一张框架 我们还提供还需要和低档困在进行适配 才可以完成整理监控操作 另外一种是EPF这种监控方式 EPF相应是你不缺买任何代码 但是它就需要在你本机中 部署一个EPI程序 才可以完成监控操作 当你这个进程之间有些方法的时候 则可以触发EPI函数 EPF函数还行监控 掌握方式其实各自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像是SDK级别的 最典型的 你需要记录时写很多代码 才可以完成整理监控操作 并且它还十分受限于 这个框架 它是否提供了对于那些EPI 比如说这框架 并没有提供一些 我们所需要的监控的EPI的话 没很难去进行监控 而这些EPI重击数 你看起来挺好的 你不需要反正的代码 只需要几本机 处于EPI重塑的合理的 但是它的缺点在于 第一个缺点在于 它是很有眼和眼 严重的相随耗的 首先我们都知道 进程它是在用太阵直行的 当如果EPI需要进行拦截的话 它需要先将用太阵 切换到内核太阵直行 直行完之后 它才会七万回用太阵直行 所以它会是一个 参加文切换信号 并且不同的 勾语言版本 它底层实验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 如果我们要用 EPI重塑语言去来实现 勾浪称高级语言呢 比如说MAP敲锁 它的数据 一些访问操作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其实这样子 目前常见的一些 agent 我们要想用新的方案 去解决 自动化的去接这些agent的问题 通过更生物调研 我们发现 其实混合编语 可以很好的帮助 完成一个agent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购乘区在进行编译的时候 它会先交给购的编译器 来进行交易 提供它很明显的 原代码 最终交易编译器 进行编译文件 同时 我们跟升博了之后 它购买是其中一个 特殊参数 这个参数 允许用指定一个CMD命令 当指定好 这个参数之后 再去进行购买 进行编译器 它就会委托给CMD这个命令 让它来交给 一个真正 执行编译枪锁 最终生传二级文件 基于这么个逻辑 我们就会利用我们自己的 一个CMD提供文件 自己列阵程序 在编译之前 我们对文件进行修改 最终生成一个 我们增强后的二级文件 通过更加深入了解 它的底层一个 TWCO的时候 它告诉我们 新参数信息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知 它会告诉我们 一些关系信息 比如说我们录像标出来的 第一个 它会先告诉我们 当前的真实的编译器 什么 同时它会利用 刚P这个参数 告诉我们 当前代编译的 这个包的名称什么 通过这几个信息 我们就可以感知到 哪些包我们是需要增强的 并且利用ASD技术 我们可以读取 每个真实代编译包的 文件内容 从而进行更详细的 对代码进行修改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理解 我们是对SDK这种级别的 一个agent 作为生计的 生计版本 用户之前 需要进行手动的 去编写一定的代码 才可以完成正续增控 但是使用这种方式之后 它可以完全自动化的 去生用代码 并且进行完成编译 使用混合编译 有这么一个好处 第一个是 我们可以增长任意代码 而不像传统的 SDK级别的 它需要你去依赖于 这困难手提供的API 我们可以通过 ASD技术来 连接任意代码 尽管它是 报自己本身的代码 我们同样可以进行修改 同时 我们是在编译之前 对文件进行修改的 所以我们可以 一个原设执行速度 来执行我们的agent程序 当然它有一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在于 我们没有办法进行 引入一些计划的依赖 原因在于 我们是在编译阶段 对整体的文件进行修改的 它没有办法引入 对当的依赖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其他方式进行解决 第二个缺点在于 它是 Tools code的参数 它进行文学单一 和CMDB连行 但是这也可以通过 代码改写行试 来完成整体的操作 其于整个逻辑 我们就开发出了 一个最新的agent程序 叫做API-Skyo.com 它是一个完全的 自动增强的agent程序 同时我们提供完原始的 量追踪 指标 日志的产生能力 在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 我们当年项目地址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 用户如果想要使用我们这个项目的话 这些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我们只需要在 拨抨在我们这个Skyo.com 拨抨的package 拨抨之后 我们就会把相关一些 和我们Skyo.com 这些agent 和相关一些应该的 一些package 进行进行 第二个 我们只需要在拨币的时候 通过Tools code的参数 把我们这个agent程序 撑下去 并且利用防御参数 来强制所有高层编译 结合完成整体的编译操作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完整单位 那里来 它给大家试一下 在左上角 你可以看到 我们当前任何项目的完整 我们的拨抨结构 总共分为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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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这个项目传递过来 它就会自动解析当前这个项目的模仿结构 并且引入相关依赖 如果你担心这种方式可能不存在一些依赖 依赖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手动的去尽量利用多概的命令 来进行引入 并且需要在mine package中进行import就可以了 这就是第一步 需要引入当前项目 在第二步中只要去其中一个项目就可以了 总分别这么解析者 首先你需要通过高币的命令 对当前这个进程 就是这个项目的先编译 同时需要取用图属于这个参数 把我们当前的配置程序执行下去 并且利用-a参数来强制所有包装前编译 这时候你就完成了一个整体的业精致文件 这业精致文件中就包含了我们自己的程序 同时因为我们这里是一多个项目 所以我们需要设备一些我们俗诺名称 在一方面在SkyWin以外的UI中可以查看 我们通过刷新编译方式已经导出 我们通过刷新编译方式已经导出 之后是你启动可以的 托拉安端和40端的代码是基本是一样的 我们通过介绍之后就能够成就OK了 之后你就可以在SkyWin的UI键中看到这么两个服务 在服务领域中可以看到分别有 ApGland和ApService的两项 同时我们可以根据当前的请桌信息 计算出对应的当前的一个每分钟电用量 耗成功率延迟 Adapt植证信息 同时我们也会根据当前请桌信息 分析出服务和服务之间的图图 比如说这一件是通过用户端来访问ApGland 由ApGland在919最后的ApService进行 当你点击具体的服务的时候 可以看到具体的一些量追踪信息 在左侧里可以看到完整的目前当前这个服务 它相关的量追踪力表的那些 当你点击每个链路的时候 它又可以看到当前的请求 它在额又重复掉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它会有Client和Service这样的形象 首先是你可Client的人先进入到请求 并且发送了一个请求为一个Provider 给ApService 最终ApService就要服务跟机能处理 在一般你可以看到完整的一个实验线 当你点击进一个操作的时候 它可以显出更详细信息 比如说它可以就是它当前的一个项目地址 一个访问地址 还有当前的类型 端末类型 不要地址 它要访问不要地址 同时针对HTEP的 你可以让它的状态码是什么样子的 同时我们也会对当前这个所有的相报的服务 它是日常采集 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的服务 哪是服务名称 哪个实例外的 如果它是从罗产品过来的话 我们会显出它的HTEP端口 同时你会看它的日等级 还有当前的内容的信息 如果当前这个渔治还关联了相关的电脊宗的话 你还可以在这里看到相关的电脊宗 点击清晰之后 你看到相关的电脊宗面 同时我们会对日日进行相关的分析 总分为两部分 第一种是我们基于过的Runtime 就采集到一些信息 比如说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当前一些签证数量 写证数量 这些的GC的一些分配情况 这些次数 包括丢战分配情况 同时我们会跟去量追踪 和日日信息 我们分析出一些相关指标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它Adapt值 平均相时长 然后它的相时长百分比 百分位都可以看到 包括成功率的信息 在这样图中你可以看到 我们目前支持的一个差价类表 对于量追踪 和我们支持最常见的一些 HP Server HP Plant 包括RPC 数据库 还有管转的一些框架 对于指标层面的支持 Blog Run Time 进行输入采集 同时的日志层面的支持 对Logers 和Zep这两个框架进行输入采集 好 接下来 我们会讲一下 这个弹幕的一个整体 一个流程 总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你需要先对这个程序 通过拟号的 把我们的Skyworking 构筑项目移动起来 并且在编译阶段 你只需要通过 这个Torisco参数 只编好我们A证程序 并且利用-A 强制编译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 包含我们A证程序的 二进转接 第二个是启动阶段 启动阶段 只需要在那个核酸变量 先通过核酸变量导出的方式 来把一些相关的配置信息 告诉给我们 之后使用启动 最终就可以获得我们 这个 在 UI 基本中 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指标 量质动 以及质值的信息 好 下面最后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让你和我们去取试 员里什么样子的 首先在编译之前 我们都知道 只有后跟和副端 只有货子代码了 在增加之后 我们会分享两个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 我们对每个不同的框架 然后通过增强 我们是能对应的插件代码 交插的代码 我们会在每个服务中 会增加一个新的 agent call 核心代码 当每框架 被执行的时候 会由插件代码 调用agent call 核心代码 来进行销关操作 当复合条件的时候 agent的核心代码 会把数据上报 为4W 以后端 进行上报 下面我们则分别会按照 这个插件的生意原理 和这个agent call 生意原理 作分相容讲解 对于插件 组织分配三项者 第一步道是 我们需要先寻找到 哪些的包和方法 是需要进行增强的 在第一步 在之前我所演讲 混合编码的时候 我还介绍过 它是需要先告诉我们 当前的包和所有的 包定分件是 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 只能利用到 我们哪些包需要进行增强 同时我们利用ast解释技术 我们可以解除 哪些包和哪些方法 需要进行增弹 并且我们可以利用到一些 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会对它 这个参图类型和反应质类型 进行校验 从而对方法进行定位 当定好方法之后 我们便会对这个方法 进行增强 我们会在这个方法之前 签了这么几个电脑 首先我们会先调用 我们自己的方法 并且传入我们当前的 这个receiverty值和参入信息 从而实现方法之前的 调用 并且我们利用defer 这种能量 可以改就是 再调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从时告诉我们当前 如果当前方法 有一个这些反应局的时候 它会告诉我们 通过这样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感知到 当前的方法 直行之前 和方法直行之后 的整体车能过境 并且会得知 对它们其中一些参数信息 都会得知了 这样做我们整体的监控 但是仗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会产生多行的代码 它就会影响 原始的 代码直行界 和直行率的航号 我们先猜拯的方案是 我们把所有 我生的代码 合并为一行 和它原始代码合并为一行 来这样防止 代码航号 导致它的原始的 dump 的时候 可能产生一些航号错误 而导致不夸道的原码 当进行方法清单之后 我们便会对第三步 进行一些文件拷贝 我们会对我们 将当前一些 拦截器的一些 配置信息 还有插件EPI进行拷贝 拷贝完之后 它就会和我们当前 这个方法进行 进行销售调音 以此就完成了 整体的一个插件调音 但是这也可能会 存在一个问题的是 我们文件拷贝的时候 可能和它当前的 宽约名称算出问题 这时候我们会利用 AST技术 把我们所有的 这个创建的 这些拷贝的 这些文件名称 还有些长量信息 所以用AST技术 对它没曾经出现 也说我们现在 同意的一个 SPYWALKING 因为潜费 来防通通 这个是整体的 一个插件事实际目 根据agent hall来说 它就相对 很简单一些 它只需要对我们 不同的指标 量追踪 及时的API 可实现 并且我们会 签入一个GFC reporter 和reporter 来对 和SPYWALKING 核端进行交互 不同的插件 它不同的一个 序类型 它是一些方式 不太一样的 比如量质通中 我们会把每个操作 认为是一个SPAN 当做这个请求中 所有SPAN 最初的时候 我们会把 数据上 为SPYWALKING 的reporter 清除 最后我们要 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就是SPYWALKING 的技术 就是我们是如何进行 上下文术语传递的 像我们都知道 在传统的 就是高语言中 想执行跨方法 或跨鞋场的 属传递的时候 可以用 contest对象 用contest with value 来设置对应的建设队 在跨鞋场 或通鞋中中 我们只需要 把方法传 把这个行态对象 通过方法 的参数程式 传递回来 然后通过 value方法 才会有相关值 但这种很快发现 其实在SkyWALKING 沟通 这个方法 是太可行的 原因在于 我们做软件方法 它并不一定 都是有一个 contest对象传递的 所以我目前做法是 实际上 也类似于 Java的 3Local 但是需要通过 GitGIS 就会会 GitGIS GitGIS Local Storage 它会返回NAP 对象 你就可以对 数据机析设置 同时在跨鞋场 和本鞋场内部 你就可以通过 GitGIS 的GitGIS 进行 或许相关值 同时 你就可以看 它当前参数中时 并没有 它并没有来得 参数 那么它们怎么实现 它主要是我们会对 Google Runtime 将增强 在过程 Runtime 有一个 GitG的 Structure GitG的结果 它代表当前 Google Runtime 整体的 一个 持续情况 一个潜力 一个信息情况 我们在这里 新建了一个 Skywalking TLS 这个对象 在增强好之后 我们只需要 包括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 我们第一个方法 是组合通过去获取 获取的时候 只需要通过 GitG的方法 Google Runtime 通过GitG的方法 来获取的当地结成 并且把当前 这个我们所定义的 这个属性的导出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就是并且我们 用Runtime 方式 来把当前 我们所定义的 这个方法 都要导出 这样的话 其他的一些 不同的包装 就会使用它 对于华鞋商来说 它这层实现 会交由 Runtime 和Neupro E的方法 它其中 会传递给我们 一个新的 一个 传递给我们 一个当前的 一个当前 它会返回新的 新的新的对象 这时候 我们做会 这些方法 通过在 Defere这个命令 同时 把我们这个 TLS对象 进行拷贝 就可以了 这样会做 让一个 跨鞋商的 一个 一个 跨鞋商的 一个 本地存储 一个概念 在其他类库中 假如想使用的话 只需要通过 Google Runtime 把我们这个 文章 和它 想要 对应起来 它就可以 把当前的 方法 导入进去 并且使用 最后我再介绍一下 我们之后的一些计划 首先 我们会引入一些 动态配置的 功能 首先 我们目前仅支持 通过环境变量的方式 来对我们这些 配置信息 请增加出入 我们希望引入一些 和 就是Skywalking 后端 我们会引进的 本身有一个 通开 体制度 把它引入下来 这样的话 就可以实现一个 同一个服务中的 它多配置的 同一管理 并且 我们之后 可以使用 更多插件 最后 我希望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常去使用 这个项目 可以接下来 反馈信息 好 以上 主题们说 本次的一样的内容 大家兴趣的话 可以填上网络码 然后 咱们先来交流回 如果想上问题的话 也可以咱们 在庆祝交流 好 我们来接触 Skary dalam刚才 我们提出 剑 剑 charities 折 这 制ồ 瘲 地 尽